Hello 各位民眾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Sita 夢幻的時候很漂亮的 今年秋冬的服裝 我覺得今天後面拍得非常漂亮的原因是 這一個總統套房的空間 四周都是落地窗 然後今天呢 天氣非常的好 陽光補照 所以每一張照片 我都好像露雨在陽光裡面 自己很期待 今天拍封面的四套 衣服裡面 我自己最喜歡 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件BB的樣裝 那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非常的顯瘦 因為呢它雖然是一件白洋裝 可是呢你看它的圖案 還有一個黑色的 像阿萍一樣的 可以穿起來 讓女生會覺得 诶 乍看之下 身材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黑色的飾物 整件的剪裁也非常的典雅 那它的典雅又不是那種 非常柔美的女性化 它是帶點個性的 這個小肩的感覺 所以穿起來會讓人覺得 對 慢慢的一張 《愛的深層之道》 是一部 都會寫詩愛情喜劇 它寫詩的部分 是我自己最喜歡的部分 因為呢 它會讓所有的觀眾 跟著姬安蕾去面對 去支持 每一個人曾經在感情裡面 經歷的創傷 每一個好不了的傷口 我覺得很多人呢 在愛情裡面 就是因為不敢去觸碰那個傷口 不敢去支持那個傷口 以至於我們會卡住 可能就對愛情開始膽怯 開始不敢再觸碰 那跟著姬安蕾 跟著愛的深層之道 跟著愛的深層之道 我覺得會讓很多 很多在愛情裡面 受傷的人 都可以重新找回憂情 愛的深層之道 是每個禮拜五 在台詞的晚上十點 還有每個禮拜六 在八達的晚上十點半 跟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一定要鎖定 愛的深層之道 在八達的晚上十點半 在八達的晚上十點半 在八達的晚上十點半